新闻来源 黑哥侃鱼 近日 网传成都太古里牵手门石油节董某某在短视频平台开启直播 据网传截图显示 其账号昵称为Grace锦 评论必看 2月18日 该博主直播时 有网友询问是本人吗 他也回应真的是我是本人啊 还有网友问心理素质怎么提高 对此 他回应称 个人觉得走过那段至暗时刻 家人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是独生子女 原来跟家长是有隔阂的 也比较叛逆 但个人觉得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 走过那些至暗时刻 家人的温暖是非常重要的 随后 该博主直播间被封禁 该账号也因违反平台相关规定被封禁 成都太古里牵手门事件当事人石油姐竟然开直播了 一顿输出有关美容的知识 看着好像还懂得不少呢 这是想要转行做网红吧 毕竟通过这个事自身带热点 自身有话题 再加上身材以及样貌条件相当不错 相比较于普通人而言 要容易些 直播间的石油姐一如既往的自信 知道自己有几分姿色 所以 在直播间当中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这一优势 时不时的撩头发 时不时的嘟嘴卖萌 一副我最美的神情 你别说 这可算是明白 为什么当初那个男的能那么的认他摆布了 确实有几分魅力 石油姐很聪明 直播间的背景是摆满了书的书架 这不就是在侧面说明自己是个文化人 是个有高雅气质的人吗 这小心思真多 奈何你有没有知识 和你做人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隔了这么长时间了 石油姐怎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来直播呢 无非就是想改行做网红 她看到了现在网红变现能力有多强 而我们也知道这个石油姐一开始和这个有能力的男人在一起 不也是为了让自己的事业能够平步清云吗 那事业顺风顺水 结果不就是能让生活条件更好一些吗 此前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各种奢侈品 可见她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的女人 如今因为这件事曝光 人们质疑她的人品 那她的生活和她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自然她的经济来源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么爱慕虚荣 这么想要顾上奢侈生活的一个女人 她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所谓有减入奢容易 有奢入减难 享受过好的生活的她 又怎么甘心过这种普通生活 所以这不就跳出来了吗 在直播间的她也很聪明 故意吊着大家 有很多人问关于牵手门事件 只是笑而不语 有网友说经过这事 她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来说 这个时候肯定是躲起来 能不见人就不见人 她怎么还主动暴露出来呢 话说她如果是一个三观比较正的人 道德约束感强的一个人 那就不可能出现牵手门事件 不可能和有傅之夫在一起 然而她那么高调的和有傅之夫牵手 走在大街上昂首挺胸的样子 可见她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倒是有一种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的势头 所以这样三观的一个人 她又怎么会在乎什么丢人不丢人呢 她的目的很明确 通过自身的热度来变现罢了 说白了 此前那个和她牵手的男人 也无非就是她的垫脚石 所以她才不在乎什么指责和谩骂 又人气才是最重要的 在直播间 黑粉也是粉 骂也是流量 她这种情况做直播就是想黑红 不怕骂就怕没流量 不过 做人还是要有道德感 如果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都没有 那还会有人支持你吗